根据记载在《摩尔门经》 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里的真实事件而剧作 我非常担心我们的人民 我关心他们灵魂的扶持 教导他们以赛亚的话 为他们宣讲这些话 主已向我显明 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 已被杀死或抚走 而我们正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然而主向我显明 他们必再归回 主必怜悯他们 一旦他们认识了他们的救赎主 他们必在他们继承的土地上重聚 以赛亚所说的许多事 都可以比作对你们说的 因为你们属于以色列家族 因为主神必履行 祂和祂的子女所立的圣约 这就是先知记载这些事情的目的 我已读了这些事 好使你们知道 逐于整个以色列家族所立的圣约 我知道你们明白我们的肉体 必衰老而死亡 然而我们必在肉身中得见神 我不明白 我们怎能在肉体衰老死亡后 又在肉身中得见神呢 死亡已临到所有的人 就必须有复活的大能 而复活必须经由坠落才临到世人 坠落则是经由违戒才来到 因为人已坠落 就被剪除与主隔绝 因此必须有一种无限的赎罪 神的智慧 祂的慈悲和恩典啊 因为看啊 如果肉体不再复生 我们的灵必沉浮于那位 自永恒之神面前坠落的天使 成为魔鬼不再起来 我们的神何其良善 祂为我们预备道路 好使我们脱离这魔掌 因此死亡和地狱都必须交出死者 地狱必须交出其囚禁的灵 坟墓 也必须交出其囚禁的身体 人的身体和灵 会重归一体 这是借着以色列圣者复活的大能而成的 祂来到世上 好拯救所有的人 只要他们听从祂的声音 因为看啊 祂承受所有人的痛苦 是的 包括男人 女人 和小孩的痛苦 祂承受这些 好使复活能临到所有的人 使他们在大审判之日 都能站在祂面前 祂命令所有的人 都必须悔改 并奉祂的名受洗 对以色列圣者有完全的信心 否则 他们不能在神国中得救 凡在罪中死去的人有祸了 因为他们必回到神前 见祂的面 并留在自己的罪中 记住 肉羽之心是死亡 灵性之心是永生 我要对你们多说一点 但其余的话 明天再对你们说吧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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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